神给人类预备了一个大计划 要来拯救全人类 而亚伯拉罕就是这个计划的开始 在大卫之约的预言里面提到的 将来的弥赛亚 以色列的救赎 耶稣 记好了 接下来话重点 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有很多 但是我们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 神的儿子 大卫的后裔和君王 外邦人的光 当然就当我慢慢就是信主了之后 慢慢更多年的这种经历 更多的就是读圣经啊 还有我的这种生活 我就发现就是很多时候 就是那种细微的声音来提醒你 就是说 不跟我的良知一样 就让我去干这些 或者不去干这些事情 像那个三零安全卫视一样 就给你提个这样的提醒 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之前就是还没有信主 包括刚信主的时候 我都觉得我就没有这个东西 就是他可有可无 我就感受不到就是no feeling 但是在之后就在教会的带领 然后比如说我们就读经祷告 或者是有更更进一步的灵修生活之后 我就慢慢发现就是 圣灵会在我身上做一个很大的工作 做一个非常好的灵修生活 优优独播 Haha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